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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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沛 我是泰里 晴陷夜中環的时候 是不是比日头更加美呢? 不知大家看上一条片了吗? 記得去上一條片看看日頭的文華東方酒店 這個2750元兩日一日的package 包含了三餐 在下午茶和晚餐的空檔 我們又去了游泳 泳池挺小的 疫情期間只能容納8個人 而且沒有預約時間 如果想游泳的話 最好選一些少人的時段 另外由於疫情的關係 桑蘭和蒸氣房都沒有開 健身室裏面的機器都夠用 目測都有二十多部 不過我們沒有帶運動服裝就沒有它了 不知為何男女更衣室的設施是不同的 女更衣室那邊有些熱石床 記得要帶上浴袍去用 男更衣室那邊就是按摩池 我們都是後來談完才知道 游完水我們就去吃晚餐了 入住前一晚 酒店其實有發 email 問我去不去轉吃自助餐 不過因為文化的自助餐 我們以前已經吃過了 所以就維持圓判 都是吃這個3 course set dinner 前菜我選了蟹肉沙律 味道非常之豐富 我平時不喜歡吃牛油果 但蟹肉配上牛油果醬又挺好吃 它最上面還淋到酸酸的 挺清新的柚子汁 三種味道非常之隔 我選了這個龍蝦湯 比其他餐廳的龍蝦湯濃郁很多 每一口筆上來都會見到龍蝦肉 海鮮味的aftertaste很強 相比之下主菜有點令人失望 它說用parmesan cream做汁底 但就不太吃到芝士的味道 不是呀 主要都是一般cooking cream的味道為主 而且意粉的質感不一致 有一條硬一點 下一條可能又軟的 肉眼扒看上去都幾大塊 不過就不太厚那種 我們叫了五成熟 但都沒想過會有這麼多血水 幸好味道都正常 還是吃回薯條算了 甜品方面 我們又見到文華芝士餅 在菜單上出現 它還有一款特濃的巧克力蛋糕 感覺跟剛才下午茶的菜單很相似 所以逼於無奈 我們就叫了剩下這一款 特色蜜桃甜點配時令雜妹 原本以為以蜜桃為主 很清爽 誰知它其實是幾塊水果加上一大杯cream 實在太肥膩了 我們都吃不完 就回到房間了 嘩這麼快又過了一晚 起床再喝一杯咖啡 我都把時間泡多次了 早餐可以選擇去吃自作早餐 亦都可以選擇去昨日我們吃下午茶和晚餐的餐廳 吃套餐的 不過為了體驗一下酒店的room service 我們就決定試一下in room dining 並且選擇了看上去最豐富的中式早餐 中式早餐當然不少得點心 蝦餃、燒米、粉鍋都有 質素不需要太苛求 塊皮不要爛 我們就收貨了 還有叉燒包的 不過淡看上去就好少了 是 這個是豉油王炒麵來的 我覺得我那碗都幾好味又幾乾爽 但我那碗你看 底部有很多油 可能炒完之後撕起了我那個線 粥的配料有很多種 貪心的我當然是全部下了 剛才我那個炒麵好吃些 今次的粥都是我那個好吃些 我那個是鮑魚粥來的 我初初都想著它是隨便 放一些不知哪裡來的鮑魚 誰知吃下去很清甜 而且鮑魚味都很突出 不過你那個雞粥我試了兩口 雞肉好像有點粗 最後就以生果盤作結 那就吃完了 你對今次的staycation 滿不滿意呢 我好欣賞他們的服務 check in半個小時之後 就有職員按門鐘 問我們需要不需要換枕頭 需要不需要補充一下 牙膏牙刷那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貼心的服務 你好像還沒說你的芝芝蛋糕 還有怎樣處理 最後在吃早餐之前 我就打電話 跟下面room service的人說 我想要一個蛋糕盒 他們就說會連我的早餐送上來 他們都真的很貼心 送了一個很漂亮的蛋糕盒上來 就讓我拿完蛋糕走 所以我說他們的服務 真是無懈可擊 如果這個價錢負擔得起的話 其實它的服務真的不錯 但如果想要性價比高的staycation 這裏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對呀 來這裏其實最主要最經驗的 都是他們的服務 反而餐飲和設施都是其次的 所以我們還是等 下次你生日再來吧 平時moo就是你了 嗯 沒問題 好啦 如果我們下條片的話 下條片再見 拜拜 過約會 cheek